已经年载十冬孤伴的平家三号美典 这天留在开幕 这些作品总共有900件 每一件作品都有在地玩手和在书身 经过申办的侯后和朋友和女儿做回来电视 年载十冬孤伴的平家三号美典 这天留在开幕 这次包括平家十分七冬 三个小的作品总共有900件 看到今天发现創意又有上上热 在留所的基督之下 我们社每一件作品都是旧有在地玩手和在书身 那其实每一年看到小朋友的作品 今年真的让我很惊艳 每一年比一年更精彩更丰富 然后有版画 然后一些折子的艺术 还有陶艺 还有蓝蓝的那些艺术作品 真的对小朋友有一个很好的展出地点 让所有游客可以看到 也对平溪的一些艺术文化的教育 真的很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地方 就是今年我画的作品是这一部 就是十分老街 那结合我们在地的元素 就是我们的十分小火车 那我就是希望外地的游客 还有我们的旅客 都能到十分老街来逛逛 或者是看我们壮丽的十分瀑布 这个电浪秦冬国室在本厨电浪当中 电厨和英雄不一样 竟然跟厨佛的造型 还有班尾作品 拼击国室是整个电影核心 在丽艺术创作当中的各种企业 还有行动 电厨的作品包括 比卡索的铁牌的风格 在随着这篇 里上创作还有在地的地式客厅 今天实施这篇作品当中 我们用不一样的材质还有计划 欢迎这篇的地式氛围 里上创作是电视因 我们这次媒长我们平溪国小 这边想要主要呈现的是 想要呈现孩子们 他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他的尝试 还有他最后在学习的时候 他经由不断的尝试 然后产生的这个结果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主要从校服设计这边 我们其实是从孩子们的那个 因为我们平溪这边有非常多的蓝雀 在我们校园场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鸟类 然后我们是以这个蓝雀 会作为一个出发点 然后去做一个鸟类的课程设计 那这边可以看到孩子 他们用那个彩色的光画子 去做鸟类的一个科幻 我们从认识鸟类的结构 到他们羽毛毛流 那我们不断去练习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元 尤其像是陶翼啊 绑画啊 或是剪子等等的 那其实今年的作品很大的特色 就是相当多的在地元素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天灯在生子 这是十分裹脚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或是像是蓝雀啊 火车、煤矿等等的 所以我们在板画作品 和陶翼作品内 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在地元素 早晨过去 一个是冲则 在行冰刑图团的地域 其中包括卫独 压索班尾以及地狮的地点 在行冰刀的定点作品 更能看到青春、蓝雀、灰车、灰车 每空地人在地的地狮 出发本次在哪也在白天出 校长和班尾面加 这些孩子的政策作品 记者陈玉威先把菜红布的 下车 呀 呀 呀 感谢观看